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一些创新点和它我感觉下来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SudoSwap 首先这个Sudo的定义程序员应该都比较清楚 就是如果是Ninuke系统 然后这个就是管理员去执行指令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程序员去做的一个比较极客的一个东西 然后最早由这个人创建的 这个人他们整个团队一共有三个 在那个推特上都能找到实名的 然后他们也一直在更新它的 它这个项目的一些进展 这个项目呢事实上最早的时候有一个 有一个1.0的版本 就是1.0的版本是1.0还是2.0 1.0的版本大概是做的那个场外交易的 就比如说A有一个BAYC B有另外一个Token 他们可以去构建一个合约 比如说我可以在那个群里面聊天聊好 说我要那个买一个东西花多少钱 然后就在SudoSwap的这个之前那个版本里面去创建一个OTC的一个交易 这样就能指定给到这个给给到某个钱包 并且这个能绕过OpenSea 它就不需要手续费 也不需要版权费 那这是当时的一个版本 现在最新的一个版本是在 呃7月9号上线的 7月9号上线的呃 7月9号上线这个版本 就是现在我们要分享的这个AMA的一个做事的一个呃 一个系统 然后这个也是第一个把NFT通过AMM的方式去去呈现的一个解决方案 呃一会讲解决方案大概是怎么一个逻辑 呃虽然说这个也会有一些问题 但整体来讲他在这个行业里面是第一个去用这种思路去解决这个NFT扭动性的呃尝试 所以还是有些创新性的东西在里面的 然后这个项目呢 目前呃没有VC的投资 呃应该也不缺钱他们 然后呃7月22号的时候 uniswap去官宣说要集成sular swap的这个交易 但目前应该是还没有完全集成上线 这个如果我这个分享有问题可以有人来补充 我大概是呃体验了一下整个sular swap的一个整个流程 可以大概讲一下他的呃我们讲的原理之前再看看数据的表现 可以切换一个切换一个 这个看板基本上是sular swap的整个整个数据看板 我们看一下先看他那个交易量的增长 交易量的增长大概是从8月5号8月8月份开始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 在9月叫在8月最近的这一些天然后交易规模大概有一个非常大的大幅度一个提升 这块呢 我以为可以分析这一块呢我觉得里面会有很大的水分 就是里面有很多做做那个呃就导手交易的 以为我可以调几个案例来讲就是虽然看起来这个一天的交易规模能到1000多个ETH 但事实上我觉得其实里面有很大的水分就真实的交易用户可能没有那么多 嗯我们先看这个这个数据啊就是从从不管从这个整个交易规模的增数来讲是一个比较可观的你在8月1号的时候可能一天才一天才一两百个到现在能能破1000了 然后我们看用户的增长这个用户的增长也大概跟这个趋势是一样的 但这个用户呢这里的用户呃他包含呢所有单项买的有包含买的包含卖的包含提供双向流动池的 所以所以这里看起来的用户你看整个一天能有一两千 但是这两千个用户中如果我们只是讲他是单边去促进交易的我指的是单边买入的可能我觉得这里面就要这个里面要说件特别多 因为呃这里面的交易呢首先这里面的交易量呢有一些虚假的成分 第二个呢呃真实的交易真实的在上面去买入的用户就是除掉那些那些左手到右手的估计剩的应该没那么多 但是整个体验他这个做事AMM机制的用户呢从增长上的数据确实表现得特别好看 就是8月份整个这一月增长了好多倍 然后现在大概每天新的增长用户能到八八百左右 这八百指的是那个三个三种方式做事的用户 然后后面的回约用户大概是一千二左右 他再看他上面交易的connection 这个connection他的上面的connection其实是整个比opensea比起来其实还是很非常非常非常小的 就是整体的规模交易最多是这个webworth 然后你看大的蓝筹最多是那个clonex最大的蓝筹是这个 然后还有anadid的其他的zook这些在上面提供流动词的非常少 然后我们先直观的看一下这个网页吧长的啥样 这个网页呢大概大概还会提供一些就是应该是这个tlv比较大一点的应该是超过1 应该是超过edh的其他的他其实挂单的比这个会更多只是说他有些值会被隐藏了 如果你的整个tl这个比较小的话他会把它隐藏起来 然后在列表里面是找不到的 呃搜索应该也收不到 但是如果你自己把这个后面的这个合约地址改成那个小的那个还是能找到的 这个一会再说直观看下来这个整体这个这个平台属于比较前期的增长期 他的那个connection的数量和质量其实都规模非常非常小 还整个跟市场比起呢这个蓝筹里面他只占到非常小的一部分 在上面做事的就不算多 然后这是数据的表现 所以嗯整体来讲如果我们不考虑这里面有洗钱的 而不是洗钱就是左手倒右手那些交易存在的话 整个数据的表现其实非常非常好的 特别在现在这个openc 整个nft已经到了 因点的一个交易情况来看 这些这个数据的表现来看 他确实属于一个增长期 然后还增长规模跟7月份比起来 简直是那个指数倍的跟8月1号比起来 也有非常非常大的增长 然后以后我可以讲一下 就是他增长的大概的原因 可能就是在这么交易的 可能他是有些场景在里面 所以他会有一些增长 然后讲这个之前我们大概 描述一下他这个做事原理 这个am amm 我理解他要解决几个问题 就是像openc 如果你要 你有一个nft想卖出去 那你就必须按照 特别是那些假设的蓝筹项目 你必须按照当前的地板价卖 才才可能尽快的能卖出去 但地板价跟跟那个best buy 那这个价差其实是非常大的 在openc这样的市场 可能随随便便能有价差20% 然后他要解决的问题呢 就是说买单和卖单 这个价格是相差不多的 你看他这上面会 他的首页会很显著的 把这个flow price和best offer 这个版笔给列出来 这个列出来的意义就是说 大概是通过amm这种方式 比openc的这种订单簿的方式 他在这个地板价和买单价之间 会戳合的更好 他的效率更高 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然后他的原理就是说 这个不好理解 我们挑一个案例去举例吧 可能会好理解一点 这个原理我们就直接找案例来说吧 在他上面能干几件事情 第一个呢 我是一个普通用户 我就直接是点到connection 一个去买就好了 就跑到少了一个这个 比如这个土豆很火的 慢这个网页就平时也特别慢 先不等他 我直接说吧 这个买入的体验呢 基本上跟跟跟那个openc 跟跟那个基尼和那个 和跟进和基尼体验是差不多的 他是但是他的那个单子 是只有在在速度swap上用户 去提供了提供了挂单的那部分 他才能看到 然后你去选的时候呢 他会有一个价格的波动 那个价格的波动 就是根据用户提供的一些 设置的一些参数在变动 我讲这个提供流动性吧 这里 然后在这个上面呢 刚才是第一种场景 就是一个普通的买家 他就买ft 买的体验 基本上体验跟那个 进跟基尼的体验是大同小异的 就是可以挑 呃 10个 挑20个 但他他不能跨项目 他对他都不能跨项目掉 他就他挑 你可以挑多个 然后一起去 在购物车里面去结算 去买 这第一种场景 你能干这个 这种体验差异不大 第二种场景呢 就是你 这是他所谓的三个 三个提供流动性的一种 就是你是 算是不错 呃 有问题吗 不好意思 啊 就是第一种就是呃 第一种提供流动性的方式是你 你把 nft 不是你把那个 eth 存在他这里面 呃 呃 这个这个概念呢 如果做过股票交易的 有那个使用过条件单 条件订单的 估计就比较好理解 就譬如说 假设我要现在目前只支持 eth 和和那个 nft 之间的双向的转移 不支持其他的token 就譬如说 我要我要存以太 然后要买买这个买这个 nft 然后呢 你可以 你可以提供一个 我要买入的一个起价 比如说假设我要买10个 然后我买的价格是零点零零一开始 这个地方 这个这个这个呢 大家不要你不要不要 认为他 假设如果不是不同 am的方式去去理解这个事情 而是从股票的 那个条件限价单去理解 可能会更好理解一点 他其实就是一个限价买单 他的条件是我要买10个这个玩意 这是个 nft 我要买10个 然后我起步价是 如果第一个价格 他达到了0.006 然后呢 我这个 我按照这个线性的曲线 线性就是0.001 假设 我按线性的曲线 这边是5个银子 在那边是1个银子 是5个银子 也没有 是5个银子 在那边是5个银子 这边是6个银子 在那边是5个银子 这个不让设置 大概意思就是这里设置一个起始价 然后呢 你有一个总的 总量的限制你要买一共买多少 然后买第一个是按这个起步价 然后买到第二个的时候 他会按照这个data去相减 如果是一个线性关系 就是下一个就是0.001减去0.005的价格的时候 他才开始买 他其实就是一个限价单 限价买一个标的 然后按照一个指定的规则去线性去下降 我才买 然后这个他有两个曲线 一个是线性的 一个是那个指数的 然后这个也很好理解 他就很简单 他这个模型设置的 所以如果第一种方式 如果是一个 如果是大家是理解为一个那个限价单的话 那这个就很好理解了 就是我一共放这么多钱 他会算一个总价 就是你买10个要花多少钱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不能设置 对如果你要买三个你要存0.21进去 然后第一个他是按照0.1的起始价去买 第二个的时候 当第二个就是这个NFT的价格到了0.07的时候 他才买第二个 到了0.04的时候才买第三个 其实就是个限价单 按限价单的理解的时候更好理解 那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就我就是他跟NFT 跟OpenSea的交易的差异就是我买的时候是 一个总量的价格 然后那个NFT命中的某个某个限定的价格我才开始买 他就是这个差异 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然后但是他是需要先把钱寸预存在里面 譬如你要买两 买三个就要预存0.21在里面 等这个条件达成的时候 他才执行那个买入条件 这是第一种 这是第二种场景 第一种场景是普通的用户买 跟基金的体验一样 第二种场景是我要创建一个流动词 是单项买入 他跟股票的限价买入单是一个逻辑 我们说第二种 第二种是里面比较有意思的 第二种就是我要卖一个卖一个这碗样 现在卖一个卖到这碗样收收 就是我拿收到eth 然后这个里面就是 这是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就譬如说假设一般定价 我会去open station看一下这个东西定价多少钱 假设这个东西值现在值0.005 那我就定0.005 定高一点0.05 open station的定价是这个 我就定这个 要不要不然你定高了也没买 然后定了这个呢 他就两种方式去 假设一共我要卖五个 然后也是一样的 有两种方式 一种线性的 线性的 就按照固定的一个线性的百分比往上涨 因为我是卖嘛 我是我是卖嘛 所以我卖的越多 理论性情况下应该那个市场的需求更旺盛 更旺盛我就应该体价满 所以他是第一个是0.05 0.05 如果这个词里面有一个少了一个 这个0.05被买走了 他第二个开始他就会变价变成0.06 变的逻辑就是0.05 加上这个data值 加上这个变化值 如果按照这个指数的话 他就按照这个倍数往上涨 一样的逻辑其实差异不大 那那也就是说我存五个进来 然后我总共最多 如果按照我设置的这个逻辑 我最多能收到0.35个eth 如果全部被卖掉的话 如果没有全部卖掉 我卖几个我能收多少钱 然后继续往下一步呢 他需要我去先把那个 他需要我先把这个nfd给存进去 所以他是如果我要卖nfd 他有两步 第一步我先把这个nfd存到 他一个合约池里面 就相当于我从我钱包转移给他了 第二步呢 我在创建一个池子 这个池子里面定义呢 这个nfd价格 如果被买掉一个 他的价格的变化 这是 这是这个第三种场景 就是我要卖一个nfd怎么卖 咱们看第四种场景 第四种场景就是双向做事 嗯就我有提供ft 我又提供这个 我又提供那个eth 那这个逻辑就 呃就是差不多就是把那两个拼在一起呢 呃但差一点就在于在这个交易的场景中 我可以定义 用户付多少手续费 我可以定义 因为正常的话 他平台的默认手续费 比如说我买入 我我我那个卖出的话 我只单边卖出 他手续费是0.5% 但是如果我是双向做事 我可以定义他的手续费 比如我要收2% 然后我要 呃这是买 我要买的话 0.0.5 然后按照0.01去变动 嗯 还是买了 然后 这个 这个 然后这个就是我是一个呃 这个就是一个单边的我要买的 然后我们要如果要卖 呃这是卖这是买 这要买假设我要买5个 买两个吧 买两个 每个卖0.0 0.02 我已经了 我已经了 嗯 这个意思 他要把两边都要设置 你要就是你相当于拿了一个 假设你要买三个 你要你也能卖 也能 哎 色 嗯 这个 嗯 这个也不能设 呃 大概的意思就是一个双边的 他是一样的就是我要我这边是买这边是这边是卖 他就是一个整个曲线 因为我 我就相当于花了假设我花了我存的一个ETH 我要用一个ETH按刚才那个曲线去买入 如果那个价格低到那个 如果那个价格高在那高于这个我定的那个起始价 他就是按照那个方式去卖入卖出 那呃那最后的相当于 于这个这个第四种方式提供流动性呢 它的唯一区别就在我能设置交易手续费 且我能参与到那个0.5%的收益分层 这是他的整个的逻辑 所以在这个 在这个市场里面呢 你看找一个多一点的 找一个值大一点的 嗯 就是如果我创建一个是像这个颜色的 这是一个人创建的一个创建的这个人提供了一 大概有好 三页 这个绿这个颜色的就是一个人提供的流动池 这个流动池里面 他就存了这么多的呃 这么多的这个肯龙 x 那那这个他会按照他的价格 就刚才有一个线性呢 或者是一个 就这个是线性的吗 或者是那个你看你每勾选一个 他的价格就会涨一个 出市价是6.386 然后再往上就是6.6 411选中以后 他就会往上按照他的方式往线性上涨 涨了以后呢 这个差一点就在他的池子是多个混合 是决定那个一共一起来去报价的 像这个颜色是一个人提供的池子 像这个红色的是另外一个人提供的池子 他每一个池子呢 都会按照刚刚那个价格会去 算一个当前这个应该按照刚才那个规则 就算当前他定的一个价格 所以 所以你每选一个那个价格的排序就会发生变化 因为那个池子里面你每定义的他的价格的涨幅和涨叶幅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会变 你每选一个他会把当前那个池子里就所有这个池子里面当前你的选择规则里面最低的那个价格 依次给你选中 你选完以后 一起下单就好了 下完单以后如果这些池子有人是单边池 单边池他就直接把那个钱结算给 给那个买给那个卖家了 卖家收到的是那个结算金额减去0.5% 然后如果那个你买的这个池子里面那个人是提供双边做事的 双边做事的话他那那个人会收到 收到那个除了他的卖家卖的那个ETH以外还会收到一个 呃0.5%的奖励 以及 刚才定义的那个手续费 就是看这里面有几个是需要需要用需要那个设置的手续费的 如果设置呢的话他这个算的时候也会把把把这个金额给你包含进去 那整个整个的体验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一共一个用户 如果是一个用户能在这个平台上干四件事情 大概 分别是你能当一个普通的买家去买 就是看到你就去买 另外就是你提供三种流动性 这三种流动性呢 呃真正像 那个UNISWAP AMA的其实是最后一种就是第三种持着 前两种要不是现价买单要不是现价卖单 就这么理解这样理解也就更好理解 只有这个是双向做事了 那呃 这个里面呢其实有几个数据我没找到 但是如果找到以后其实应该还挺有意义的 就是这个他的所有这些提供的池子里面 单向的比例是多少双向的是多少 我理解提供双向的 应该是没有那么多了 因为 如果你提供双向做事最后 最后的会有很大的一些风险 这个风险就表现在如果市场的这个 呃价格波动就是譬如说这个价格大幅的下跌呢 但是如果你提供双向做事 你不是还有一边的买入单吗 他就很有可能去触发他的买单 导致你最后把这个池子测回来的时候 你发现你的池子里面可能很有可能 塞满了一塞满了这个NFT 但是ETR你再减少 那这种情况呢 如果价格单边下降的话就会 就会有一些损失 呃就是其实跟那个 跟那个 UNISWAP你去做事的无偿损失有点像 但是其实 呃我觉得差异还是挺大的 就是如果是UNISWAP的无偿损失 那其实 两个B种之间的流动性 其实应该没有太大差异 就是你拿到你的A的B种多了 B的B种少了 但是你A和B之间换的关系 还是能换回来 按当前的市价 但是NFT这个领域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是你把你最后拿到的都是这个 虽然看起来那个价格 你能换成ETH 但是流动性事实上还是没有 嗯FT的那个流动性好 没有普通Token流动性好 这就回到往后的 就整个 在UNISWAP为什么增长那么好 有有那么几个原因 因为有些场景大家再去做交易 呃先说第一个 第一个场景是因为整个交易的手续费 如果你是个买家的话 整个交易手续费确实比 OpenSea要便宜很多 因为他省省在了一个地方呢 第一个省在了板税上 他第一他没有板税 因为那个板税基本上都是写在 都是在OpenSea的那个市场里面定义的 像X2Y2都是市场里面定义的 如果一个项目方 忘记了去市场定义 那这个板税都是零 但是一般的那个是 项目方都贼金的 他不可能把板税的偷偷漏掉 所以在这个 SWAP上呢就板税就没有了 板税有很多都很大头 第二个呢他交易成本只有0.5% 就1500 1500的手续费 所以看下来 呃你在这个SWAP上去买东西 或者是挂单 一般的价格都会比OpenSea的地板价低 原因呢 嗯我可以举个例子 就是昨天我看的 就这个 在在SWAP上最低的地板价是6.64 但是如果你啊拿6.64卖出的话 你最后能收到的是6点 呃 哦这个应该算错了 对6.6078 就是你拿这么多钱 但是呢 这个同一时刻你去OpenSea OpenSea的地板价是7 但7你最后收到的钱 比这个还要低 所以呢 一般情况下这个上面的挂单价会比 最低的那个地板价会比OpenSea要便宜 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些交易成本要省掉了 所以很多人在上面买东西是因为 我要买个难筹 那如果是几十个ETH的 我省下了15% 可能12 那这是一笔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支出 那如果我是收藏家 那我肯定 我我凭什么去OpenSea花那么多大的价格去买 所以 呃最大的一点买家是图他省钱 呃第二个呢 他说那个批量的买呢 他比他的GAS会比OpenSea和基里都要便宜 这个我没有试验过 那但是按照他的那个合约上说的是 交易多个 特别是交易两个的时候 要省掉40%的GAS费用 但现在GAS费用很低 所以这个呃估计也不是最大的一个影响因素 最大影响因素还是那个交易成本 还有一个是套利 这个套利其实会在几个场景里面会存在 呃一个场景是如果项目方有空头 如果你在SlowSwap上提前买入 买完以后等到快调升成以后你把它卖卖出去 呃但但这个场景不多 但是是有的 第二个呢是 如果这个这个NFT的价格 如果在OpenSea上大幅波动 就是最开始剧烈波动的这一最开始的那个阶段 OpenSea会OpenSea的价格的发现机制会更快 他马上会那些地板价马上会变高 但是如果你挂在SlowSwap上 因为SlowSwap的流动性是需要有 这个池子里面有买入 他的价格才会波动 因为他的曲线是根据你买的几个他才波动 所以这个中间会有一定时间差 那 如果你监控到一个NFT 在一刻大幅的上涨 这个时候呢 SlowSwap大概你会没有跟进 这个时候你就有套利的空间了 那反向也是一样的 反向一个是正向的就是那个OpenSea买入 SlowSwap卖出 第二个是OpenSea SlowSwap OpenSea买入 SlowSwap卖出 逻辑都是一样原理是一样 因为这种做事方式需要 需要那个在SlowSwap上有交易发生的时候 他的价格地板价才会波动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套利空间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套利空间就是SlowSwap上有 有那个地板价 但是OpenSea上有有有那个Bite 有offer 这个时候只要有价差就会有人搬 就我在这个SlowSwap买入了 我马上在OpenSea上接受那个offer 所以这是这是一类交易场景 然后另外呢就是就是那些讲故事呢 就这个更中心化 因为这里不需要像OpenSea一样 我如果这个token是被偷了是偷来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不会检查 不会给你隐藏的不会下架的 那且这个NFT是在 所有的操作是在链上的 就是你把东西钱存进去 把NFT存进去都是在链上的 他是在智能合约里面自动执行的 不会存在有人去干预的 只要价格到了那个设置的那个点 那就能完成撮合 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好处 呃但是整体来讲呢 就是我整个体验下来呢会 发现一些比较 呃比较大的一些问题 就先说 体验比较深的 第一个是 呃他的虽然说 号称是能解决这个NFT的流动性问题 但我觉得NFT流动性最大的问题不是说 不是说买单和卖单之间价格不匹配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小问题 就是你那些难筹基本上 如果你挂低板价基本上能卖出去 但大部分的NFT是因为没有买盘 所以你你怎么样的方式你都解决不了 那这个 呃这个这个方式呢他他觉得 呃他能够解决 这个买盘和卖盘的这个价格差 就是这个for price 和best offer之间的价格的 这个会缩减这个价格差 但是 缩减这个价格差 其实并不代表 并没有代表带来更大的意义 就是说 如果我要买一个东西 我我肯定基本上能买按地板价能买到 所以买方的流动性没有问题 主要是卖的 那卖的流动性是并不能保证我 一定能卖出去的 就是因为 呃我刚才说了这个里面其实有个很核心的数据 得看 就这里面提供流动性 其实里面多少人是挂的卖单 然后买盘 买盘其实在里面 你就占比就占比肯定很低 要不然的话这么大的 TVL肯定会被消耗掉 就每天他会有 他的交易规模 肯定不止一千了 你再加成的一起有多少 简直都有300再400块600就加在一起 肯定每天交易能成交的估计就是很少一部分 就整个TVL也很少一部分 所以 所以这种方式并没有解决 呃真正他宣称流动性的问题 因为这个流动性问题 这种解决也挺难解决的 第二个呢就是整个 这个在艺术圈估计会有很带来很大的反感 因为 他把中间的那个 呃版权税干掉了 干掉呢 项目方 其实损失的很大一部分收益了 那对于对于项目方来说 大部分项目方是靠这个钱去继续去做新的创作 做新的NFT的项目创作 呃轻的发行 那这个肯定是会损害创作者的利益 那这一块 创作者更不可能不可能去宣传 用户让用 让他的这个粉丝去 所有的App交易 肯定是都会在OpenSea 引导他去OpenSea交易 并且 如果万一这个趋势发展的更严重 那肯定项目方会想一些办法 譬如说我在合约里面去定义 如果你在SudoSwipe交易 呃那 我就冻结你的NFT 你你或者你补税 这种或者你取消你的权益 这都是可能的 所以这个 一旦他的规模变大 那在这个 呃 艺术家这个创作者群里面肯定会受到一些反对 第三呢就是他的安全问题 这个虽然现在量 还没有看成什么安全问题 但是 安全问题是因为你吧 你买入 你买NFT 你是不是提前把钱存在他那里面 如果你卖出NFT 你也是把提前把钱 把那个NFT放在他的池子里面 所以一旦那个智能合约 有被攻击的可能性 那这个损失就会全部 规零 那还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就是提供双向流动池的这些LPA带来的损失 远比 那个 嗯 无偿损失要更严重 无偿损失只是说 我因为那个 两个币种之间 和我初始价格之间的差会带来一些损失 但是流动性我我要把它换回去 那可能就是无偿损失 就纯粹的无偿损失 但这里面其实隐含了一些 流动性的损失 就我刚才举的例子 如果你是一个双向池 你把你的 你把你的token和这个 和这个都放在池子里面 但是市场价格剧烈波动的时候 那很有可能带来你的买盘 大家都会把那个 把那个NFT卖给你 那卖给你的以后 你手上拿的NFT NFT不仅要面临这个 这个价格的损失 你还要面临着流动性的问题 因为他 NFT的流动性肯定比ETH差的天差地别 所以这个是一个潜在的问题 那 那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 会比你再去做 做defi挖控 defi的这个LP会更严重一点 所以 整个项目的看下来呢 其实是有些创新的点 但是 我就感觉就就跟一个 股票的限价买单 限价卖单 逻辑很像 然后这个自动做事 你提供双向流动性呢 会又会有很大的一些业务风险 所以整个看下来是有一些改变 但是这些改变 远 你说动摇OpenSea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 就是这个很多时候这些 交易的效率并没有OpenSea那个订单部的效率高 因为如果一个用户想卖NFT 他就以地板加卖 他肯定能出去 还为什么要跑到这来放一个订单 放一个那个放一个限价 买单或者限价卖单 然后还要再等那个 还要那个 如果市场发生的剧烈波动 你万一不小心没有改变 没有去改那个条件单的那个逻辑 那这个就崩了 所以整个的感觉是会有些亮点 但是如果你说要 要突破OpenSea的 这个去去动摇他的地位 这个我觉得是完全不可能的 然后另外还一趴就是说这个项目呢 如果大家看好的话 其实可以 因为他隐含了一些发币的 发token的一些空头的一些预期 所以 所以由他的他历史发的 他历史发了两个玩意 一个是那个 一个是NFT 叫林擦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现在已经炒了23个ETH了 然后 也没有别的价值 没有艺术价值 也没有 也没有别的价值 决一的价值就是大家预期 使用这个NFT的用户 能优先获得空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他发了一个token 叫XM XM 这个玩意也 之前价格也涨了很多 但是 这个token的唯一用处也是一样的 跟这个NFT一样的就预期 大家预期 这个项目如果火了以后 能够 空头token 所以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项目觉得还是有亮点的 可以去 因为因为他最大的问题是他有uniswipe的流量入口 所以 怎么着他肯定是有增长的 但是如果他做到 哪儿的位置 我觉得都挺难的 因为 这个这个整个交易体验还真的不如激励 那个gim 所以 但是他能做到第三第四还是有可能 因为 因为这个 嗯 毕竟有一些流量入口 有一些uniswipe这样的 巨 巨头的一些曝光 然后一些绑定 所以如果要入空头可以去他上面去交互一下 你就 嗯 提挂一个卖单 你就卖一下 找你的找几个NFT卖一下 嗯 这是我的分享 如果大家看有什么问题吗